大家好,我是Rose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Evergreen Vlog 我现在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农场 Griffin农场成立于1961年,当时只有40头牛,主要出售卤制品 1986年,农场拥有300头牛,可惜农场在1997年的时候倒闭了 2013年,农场开始种植南瓜地,每年10月对外开放 吸引游客过来摘南瓜,并体验农场生活 在万圣节前后的话,他们这边农场会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是摘南瓜,去一米地迷宫玩 带大家看一下,这里好热闹今天 哇,这边真的好大呀,看 这边是骑马的,像小孩好开心 这边骑小马是5块钱,一个人就这样转一圈 看这个牛的脚,哇 这边是老爷车秀吧 感觉这里好热闹呀,农场的门票是10美金一个人 可以免费摘一只南瓜带回家 哇,这消防车挺酷的,好像是可以进去的 看我身后,他在打棒球 我也想去打 看这边是有打棒球,没打到 他是2毛5分前就能够打10个球 自动发球的 前面就是玉米地迷宫了 我身后就是玉米地迷宫了,哇,好激动啊 他第一次走,有一些探险的感觉 玉米地迷宫了,所以走到这里有分叉了 走哪一条 这一条 好 我们走这一条 遇到有人走过来了 嗨 再继续往前走 哇 这边就是 我们进来的那个路口了 所以我们就成功走出去了 耶 好像不是我们进来的那个路口 是另外一个 那就是出口 哇 这个农场好漂亮 那这边拖拉机 它是开到那边 是去沾南瓜的 那前面已经有一个 拖拉机队在那边沾南瓜了 不怕我们也到那边去 看那个小孩的 坐的车子好好玩 哇 好有意思啊 哇 会会的火开了 嗨 哇 是农药的桶吗 自己做的 哇 太好玩了吧 这个这里的小孩我觉得太幸福了 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些活动 现在就往前走 前面是摘南瓜的 我们也过去摘 我以为这个南瓜是要自己摘的 它其实已经摘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一人挑一个 挑两个南瓜回去 看这边有一个是绿颜色的南瓜 是还没有熟吗 还是南瓜的品种就是这个绿颜色的 拿两个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还有点重呢 现在我们就拿着南瓜 去做拖拉机 现在就做的这个拖拉机 回去 看这边是小孩攀岩 哇 我觉得这里的小孩真的太幸福了 哇 看这小女孩 胆子好大呀 哇 这里是当地的一些商家 在这里设摊的 卖衣服 这边就是foodtruck 完了中午就在这里 可以买点东西吃 这个是卖墨西哥餐 吃墨西哥卷啊什么的 哇 你看这里的这么多人排队 看它做的应该就是这样的蛋糕 买了就可以在这边吃 它这边有个铺子 是可以拍照的 就在这里拍照 Do you really like it? Sure It's a video 正好这里有个人很好 他说给我拍一个视频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农场怎么样 我还是很喜欢的 我就是觉得 如果我小时候在国内的时候 能有这么多一些这样的机会 可以和大自然这样亲密的接触的话 那会更好 非常感谢 Thank you so much 那现在就回去了 不知道国内的农场 在秋天 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活动 有朋友知道吗 欢迎给我留言 优优独播剧水里的房子